这次为了应对 全球越来越复杂的反恐形势 上级特别要求了 抽调各特战队的精英尖子 重新进行培训 研究 观察 以便新的作战需要 而你们 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好啊 随便研究 还记得二四集团告别的时候 你说过的话吗 我会努力成为最好的 那你觉得 你做到了吗 那时候是井底之王 太幼稚 其实 但是 我在这里连垫底都算不上 在猎豹 有三分之一身经百战 打过硬仗死仗的老兵 剩下的人 也都是被老兵带出来的精锐 就是因为这么多兄弟 躺在了这里 经过鲜血与死亡的洗礼 品尝过了失去战友的悲伤 猎豹 才真正成为一支 有了灵魂的部队